随着韩剧《普宝剑》的男朋友《炫冰》的阿尔韩布拉宫的回忆,陆续玩截篇,紧接着也是男神们回归,像是李忠硕第一次演出浪漫爱情剧《罗曼史诗别册附录》,还有李洞旭和刘仁娜这对CP也既鬼怪后重新合体以及小鲜肉男祝贺也有新戏要上 韩剧《罗曼史诗别册附录》,那个大婶好奇怪啊,好像在我们家洗澡了,帮我家换一个家政大婶姐姐吧,啊,你把我辞退了,我该怎么办啊 李忠硕饰演天才作家兼出版社最年轻的主编,聪明又有脸蛋,是文坛偶像作家 韩剧《罗曼史诗别册附录》,如果时间倒退回到过去哪一天的话,我想就是那一瞬间跟他搭档的魁维九年,终于要回归电视剧的李纳英 戏外是李忠硕从小的偶像,戏中两人从小就认识,因为女方离婚后重回职场而成为同事,逐渐发展出的感情故事 26日首播第一集,《接党》,阿尔汗布拉宫的回忆,口碑持续发酵 而接党,男朋友,的事 韩剧《触及真心》,这是一起关于不正当委托未装就业,所造成的精神损失 向吴允书小姐要求精神赔偿的诉讼预告节奏紧凑又有趣,李洞序饰演拥有完美主义 在律师事务所中获胜几率百分之百的律师,跟他搭档的是之前在鬼怪中的荧幕情人牛人哪 韩剧《触及真心》,可以再来一次吗?我似乎真的坠入爱河了 韩剧《触及真心》,画面唯美又动人,刘仁娜透过内心旁白抱怨李洞序,开启小两口斗嘴模式,还有魁伟两年回归小荧幕的男祝贺 韩剧《耀眼》,那我们一起看吧,春天一起看吧 男祝贺饰演一位毫无瑕疵的学生,为了当上记者,不知不觉间抛弃了自己的灿烂时光 过着有气无力的,更是一部穿越时间的奇幻浪漫喜剧 几位男神的高颜值与好演技,让接下来的过年追剧时光不怕无聊